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你先好好休息 我会在这儿陪你睡着的 他调查我 是因为知道我装相 还是知道了我的身份 看他的样子 好像也没有毒气 头家 你 怎么了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头家 你不困吗 我不困 对了 你可以叫我撕破 我突然困了 我先睡了 好 好 我房间就在隔壁 你要是害怕或者需要什么 你随时告诉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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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啊 你 你干嘛 你谁啊 宋 宋头家 我 我当年是受人所多 才 才散布你害民家的新闻 求你放过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刑车记录音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当时跟我联系的人姓程 应该是季头家的手下 别的我都不知道 也不肯定 哎 头家 走 哎 我头家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是啊 你 诶 头家 这是储存卡里导出的资料 祭禅面部修复之前 和敏建雅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祭禅小姐就是敏建雅 对吗 头家 你看看呀 她是京叔 敏建雅的双胞胎妹妹 她没死 那她改头换面 还和季林江一会儿 又以祭禅的身份接近你 到底为什么 要是真案线人说的那样 三年前季林江第一时间 让她散布我害死敏是一家的消息 说明那场车祸和季林江有关系 现在她控制京叔对我下杀手 是想见京叔除了我 头家 你为敏家做了那么多事 都是为了京叔小姐 你可跟她解释一下呀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她是凶手 要是这时候跟京叔 袒露吉林江的情况 一旦被吉林江得到消息 她可能会苟机跳架 京叔会有危险 眼下得尽快找到 当时的行车记录仪 你也太为京叔小姐着想了 去吧 记住 她现在是几产 不能让外边的人知道她是京叔 知道了 头家 去吧 昨天没出一晚了 昨天没出一晚了 你一定是我的错觉 明镜说 你清醒一点 不要再产生不该有的情感 没事 没事 宋司谱做事谨慎 所以你要的那些 关于敏事的重要文件 都在她家里 敏家的事她一个人做不了 你要是找到她合作的人 放过我去查 好 有危险告诉我 她恋爱了 没有 没有就好 别像四谱一样 为了个女人 有了那么多的麻烦 当然 她们在这里 都在哪里 我 不 我 不 他知道我是谁了 季晨 季晨 宋司仆 是你吗 是我 你怎么来我房间了 我去了卫生间 想回房间 但是找不到路 看不见 我送你回去吧 小心 以后晚上别一个人出来了 这样很危险 嗯 当心 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这里 是从会馆调来的阿姨 是的 头家 我已经交代过了 赵阿姨会贴身照顾季小姐 不会让她磕着碰着 还有件事 季会长那边需要您过去一趟 昨天她没有抓住季小姐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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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车停门口 好 好 季小姐 这是周阿姨 这段时间 由她来负责你的期许和饮食 谢谢 那你先吃 谢谢 那我先出去了 你可别乱跑啊 在这儿等我回来 嗯 是因为昨晚我去了她房间 所以宋司普派之外已经是我 我寻了 不再坠热 放任爱放肠 吞噬自己 天不爱光亮 所有喜欢 不必再躲藏 为你按赖 才寻到方向 非你不可 非你不可 爱存进海洋 全其乐俱乐 为你不可 宋司普并没有对我做什么 反而更关心了 难道她把照片里我的样子 认成了姐姐 外公 你还把她放在家里了 丑闻会发酵几天 但过几天 人们就忘了 姐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要是雷亚先知道 她喜欢的人养了别的女人 姐姐那边是不会放过你的 到时候 你可别连累了我们 外公放心 我会自己处理好 你自己处理 你 现在就把她带来 我来处理 外公执意要为难她的话 那就请家法吧 好 好的很 姐上次就要一个说法 今日 我就行家法 也算是给她个交代 阿公 拿家法 官长 使不得 枣木棍可是会打死人的 滚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我让你护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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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爱正在 回来 回来 somewhere 或是歪 where it's back love it's back love it's back 否则取爱 你body的安排 为你而来 The end is back The end is back 不再追上 仍然风筝 Right now Righ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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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